今天早上有中山市古镇的工人打电话来报料 就说今天早上回厂回工一站 发现厂里头烏灯黑火 啊,静悄悄的 工人一开始还以为工厂设备出现了问题 怎么知道一问 原来老板和老板都不见到 喂,难道老板走路? 接报之后,我们记者华良第一次赶回现场 今天早上,记者来到报料人所属的中山市 华良灯式有限公司 可以见到厂门口已经有多部警车在现场维持秩序 而一帮工人就齐齐聚集在办公楼门口 据工厂保安介绍,21日之后 就没办法联系上老板,老板娘和他们的亲人 受影响的员工估计有130人左右 应该有一辆一千几百万吧 除了工人,现场还有几十个供货商前来土債 估计被该公司拖欠货款中额可能达到几千万 而记者了解到中山市华良灯式有限公司 占地3万平方米 产品涵盖家居照明,工程照明等领域 曾经在前年赤支300万 签约凤凰全其为形象代言人 想不到现在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中午古镇劳动与监察部门及法院的工作人员来到现场 此外,现场还有几个自称是中山市华良灯式有限公司股东的人出现 表示劳资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 希望工人可以先回去做事 调解过程当中,他们甚至阻止员工接受采访 目前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股胜分局的工作人员 已经对这起事件的情况进行登记 由于被拖欠的供应商欠款巨大 公安部门表示,工程老板的去向还在调查当中 具体情况仍需进一步偵查